其实那天我也去见副主编了 干吗还用静语称呼我 对我不用静语的 我是卡文不是副主编了 然后呢 那天去见了我 那为什么不和我打招呼 就是 你认不出我 直接从我身边走过了 真的吗 所以那时候我感觉 我们可能无法回到过去了 而且我现在 也没小时候那么可爱 那么漂亮了 还失业了 所以我不敢让你知道 担心你会失望 想让你只记得我们之间美好的事 不管怎样你都是帕洛派林不是吗 你变成什么样子并不重要 或者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重要的是 不管怎样你都是帕洛派林 我最想见到的帕洛派林 你 是我的错 那天没有认出你来 我只顾着记住你过去的样子 却没有想过 我 现在的你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我对不起 其实 那天我也认错人了 我遇到了一个胖胖的男生 我也以为是你 然后还让他请我吃兵接铃 白吃吧 有点 总之 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才能够相认 所以 忘记过去 也不要管未来 先关注现在吧 还有不准再消失了 明白吗 嗯 嗯 嗯 那 是 兰达告诉你的吗 她是你朋友对吗 不是她告诉我 是我自己知道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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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